我们要去做分析 所以一定要会去做同期比较 请你们学会同期比较这件事 这里是不是有各类别的一个利润 那什么叫做同期比较 也就是2016年跟2015年 各月来去做比较 举例来说2016年装订机跟2015年1月的装订机来做比较 2016年的1月美数跟2015年的美数 1月的美数来做利润的比较 看谁比较高 这就叫同期 我现在要比的是什么 只类别 获利同期比较 因为要做这件事情 请问要不要把月算出来 所以第一件事情 麻烦请先在最右边 能不能多选几篮 把它插入 就到右边去 我要在这个地方 算月 那月的函数是month 请输入mon 然后接下来tap键 卷轴移到最左边 然后一样以订单日期 然后这边看到是订单日期 然后右刮符 inter 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就有这个 按1 请把蓝1直接改成月 让我们是不是就会有1到12月 现在有年有月 我可以去做月份叠的同期比较 首先在订单里面任何一格 现在已经有月了 订单表格 有没有月这个蓝 有 这个是刚刚已经加进来的 接下来插入属纽分析表 订单表格确定 最下面这边没有月 所以你必须要先把分析底下的重新整理 先点一下 你点上面重新整理 代表点的就是这个重新整理 那你点全部重新整理 是指除了现在这张工作表重新整理 其他这两张也跟着重新整理 好 请点全部重新整理 这边月就出来了 为什么会有这个时间差 因为我们这两张资料表 之前就已经做过了 使用了订单表格 接下来同期比较 不想要各位能不能想象 我们的X轴是月 所以先把月搬到 这边就是1到12月 接下来我们的值就是利润 可是我们会希望按照四年而去呈现 所以就把年搬到蓝这边 再画图 画的是折线图会比较适合 确定 其实只要清楚的表达 最近两年的同期比较 特别的 对 这边是